1954年成立的联邦影业曾经是台湾规模最大的民营电影公司 今年适逢60周年最近举办了回顾展 包括资深导演李行、郭南宏还有演员石俊方方等人都出席了记者会 60年过去老成凋谢方方都忍不住感伤落泪 他说当年他16岁现在他60岁 能有今天是联邦的肯定与提息 没有这些人成就不了台湾电影的辉煌 那个时候我16岁 今天站在这里看我已经是60岁 这是演员芳芳当年珍贵的试镜影片与资深影人石俊、赵莺莺、白莺等人一起勾起无限回忆 联邦影业纪念成立60年 当年是台湾规模最大的民营电影公司 1967年陆续发行导演胡金全的龙门客栈《侠女》 导演宋纯寿的铁娘子 以及导演郭南宏的《一带剑王》 引领台港武侠片风潮 看你的样子不像个有功夫的人 对 我看你的样子也不像个太监 是我进入联邦成为电影人 也已经47年 可以说进入第48年 所以看到今天这个联邦60的展览 感慨良多 联邦影业当年招考培养演员 引进香港以及国外的影片 成为与国际电影交流的重要窗口 也积极发展台湾电影 联邦严格地讲 对台湾的电影是有极大的贡献 所以那个时候是 除了《中英》以外 感觉上联邦是最想有作为的 一家电影公司 联邦影业负责人沙荣峰 曾获得金马奖特别贡献奖 他长期旅居美国 因年事已高不便回台同庆 而联邦影业当年 从制片 发行 行销 一手包办 是相当有规模的电影公司 电影中心执行长林文 平起感慨 年轻一辈 或许都不知道这段历史 其实我们台湾在过去 有很辉煌的电影成就 那联邦电影 联邦营业公司 就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当时应该是最大的民营公司 那培养了很多人 联邦影业崛起于50年代 1978年结束营业 留下许多快智人口的经典制作 我们不让我们让我们两个人 所以我们就不开 supply 我们下车的电影